男孩捡到一条神奇的裤子 裤都明明是空的 但却能不断掏出钞票 穷小子瞬间变成有钱人 阿伟和好友白毛 立即开始疯狂购物 打包各种玩具零食 买最新款华为手机 吃最豪华的儿童大餐 付款时把收银员都看呆了 他们回家都得豪车接送 那快活的模样 像极了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羡慕的眼光 简直成了人生赢家 当他们在家玩着游戏时 老爸突然回来 两人赶紧将玩具藏了起来 生怕老爸发现异常 他们有钱后 连工作都懒得做了 直接请流浪汉帮忙 生活过得美滋滋 但哪有不透墙的风 老爸很快发现阿伟的新手机 还怀疑他是不是偷钱了 阿伟委屈地跑出家门 他不知道是否告诉老爸裤子的事 正当他一祸时 一个流浪汉坐在他身旁 并且开导他 没什么是大不了的 亲情才是最伟大 阿伟顿时想通了 他从裤兜掏出大把钞票 塞给流浪汉作为答谢 虽然流浪汉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可他还是想要归还 但却被路过的汽车撞到 阿伟非常害怕 他找到好友商量 蓝发妹提议给流浪汉一点补偿 就在流浪汉出院这天 阿伟安排了豪车接送 带他来到一间总统套房 让他体验了一把富豪的生活 他们出来后 感觉心情无比舒畅 可看到街边一些流浪汉 和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时 他们默默将钱塞进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手里 这副可爱的模样 也得到人们的尊重 三人还从网上查到 非洲的孩子没有水喝 有些孩子更是没地方学习 蓝发妹都一一记录下来 接着阿伟从裤兜不断掏出钞票 他们把钱装进邮件带领 把爱心全都寄了出去 然而他们还不知道 危险正在接近 男孩捡到一条神奇的裤子 裤兜里能无限掏出钞票 与此同时 瑞士银行里发现大量钞票神秘消失 监控并没发现入侵痕迹 警察也束手无策 另一边 当地的黑帮开始在寻找阿伟 因为那条裤子是他们先发现的 但在转移途中被警察抓捕而丢失 黑帮已经找到阿伟附近街道 一名混混透露了他的踪迹 而阿伟还在家里和老爸看着电视 电视上正报道着银行失窃的新闻 阿伟想通了 向老爸坦白的裤子的事 老爸感觉裤子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并叮嘱阿伟不要再使用裤子 结果第二天一早 黑帮闯入家中抓住了老爸 阿伟趁黑帮不注意 骑车逃了出去 他找到好友商量对策 最后还是决定拿裤子换人 警察这边也通过商场的监控 将嫌疑人锁定为阿伟 另一边 黑老大打通了阿伟的电话 让他明天到码头交换 第二天 阿伟三人本想营救老爸 不料暴露了行踪 白毛想用钱收买对方 结果直接被带走 但阿伟留了一手 白毛身上藏着追踪器 阿伟找到流浪汉大叔 坐上小汽车直奔黑帮基地 很快警方也发现了阿伟的踪迹 他们赶紧调转车头逃跑 最后他们拐入树林 才躲过警察的追捕 他们还在为此开心呢 结果警察又返了回来 流浪汉让他们下车 自己开车引开警察 可没多久 又一批警察赶过来 他们赶紧逃离 但却被铁丝网拦住了去路 蓝发妹想了个办法 警察很快追来了 但他们完全没发现 阿伟两人就藏在他们脚下 最后以为他们从铁网下钻过去了 这才无奈地离开 阿伟经过漫长的步行 终于来到了黑帮的基地 这条裤子能无限掏出钞票 蓝发妹却把汽油倒在裤子上 然后打着打火机 他们要用裤子来交换人质 阿伟让黑帮先放人 随着阿伟的倒数 黑老大也终于妥协 不过老爸和白毛带出来后 黑老大让阿伟亲自把裤子交过来 阿伟只好让老爸他们先离开 自己留下来交还裤子 但孩子还是孩子 等他归还裤子想要离开时 黑老大将他抓了起来 就在这时 流浪汉开着车冲过来 撞到了黑老大 阿伟一把抢过裤子上车逃离 黑帮立即开车去追 追逐途中流浪汉不幸中枪 他们无奈只好抛下流浪汉 自己先行逃亡 几人逃进一间钢铁厂 黑老大在后面追着阿伟 一直把阿伟逼到了绝路 阿伟威胁着 再过来就把裤子扔下去 就在这时 阿伟老爸从后面偷袭黑老大 但毕竟黑帮出身 黑老大很快将老爸压倒在地上 危急时刻 阿伟捡起枪对准了黑老大 他将裤子扔给老爸 黑老大见阿伟不敢开枪 刚准备起身夺过手枪 下面警察就赶了过来 女警走了上来 称现场已经被警方控制 让老爸把裤子交给他 但老爸犹豫片刻 直接把裤子扔到下面溶浆 裤子慢慢沉入溶浆 瞬间发生爆炸 黑老大被抓了起来 阿伟几人也带回警局 后来警方释放了阿伟他们 因为他们的钱 都用在慈善事业上面 让非洲孩子都喝上了珍贵的水 孩子们开心地像着孩子 故事到此结束 电影情节比较新奇 但也有一些漏洞 猫君想问下大家 如果给你一条这样的裤子 你又打算用来干什么呢